早晨 歡迎收看信網早市有計 今天請來藤崎基金管理投資管理董事沈慶雄Patrick 和我們分析大市走勢 Patrick 你好 你好 早晨 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文件決定 改革內容刺激大市今早向好 行指高開360多點後 暫時維持到這個聲勢 市場普遍認為23,500點會是恆指一個比較重要的阻力 你認為上破阻力的機會大不大? 如果真的升穿這個水平 恆指的走勢是否會進一步轉好? 今早來說 恆生指數已經上到最高的時間 上到23,500點 其實和之前23,500點的阻力相距不遠 我想後市方面 可否真的升破阻力 都幾視乎成交量夠不夠 因為看來講 之前幾次上破 其實為什麼升不上去? 最主要的問題是動力方面 不是太夠的 即是現在市場上當然有些利好消息在 問題是資金方面 是否真的跟著入市? 因為如果未來方面 譬如成交量是少過600億 或者是說600億頭 其實那個動力方面 都會稍為差一點 所以我自己看後市 沒有機會破到23,500點 這個位置 先看回成交 而且都要看下 究竟現在這些利好消息 市場的看法是否真的全面 這麼一面倒 就是看得這麼好呢? 因為消息出來了 當然令到市場有些短期的炒作 但問題是大家都知道 三中全會說的是很長遠的計劃和目標 不是說短期內可以見到真正的效果 所以都要衡量一下 究竟現在的錢流進來香港買東西 究竟是一些短錢 還是長錢 如果是短錢的話 可能市場衝一衝上去之後 亦都跟著之後又回肚都不出奇 所以都要考慮一下 在接下來方面 究竟譬如政策方面 是否有更多的細節出台 還是說完之前 上星期五 聽完的所謂決定之後 沒有了聲氣 市場就可能會剩下的 所以我想就看著23,500 破到的話 就可以看24,000 反之如果破不到 市回回頭的話 有機會又市回到22,800 內險股今早繼續做好 其實內險股上星期五已經開始升 當中平保今早一度升超過5% 平保再向上的動力大不大 平保來說 亦都突破了之前的阻力 先從圖去看 其實它的下角阻力位 或者目標位大約是70元 這個位置 但亦都要留意 配合大市 如果大市方面 去到23,500 即是破不到的話 我想平保方面 70元那些位置 阻力都會挺大 而且亦都要看回 平保近期這幾天 炒上來 其實最主要原因 都是跟三中全會有關 就是看回三中全會 其中一項都提及到 所以說接下來要健全社會保障制度 所以大家都相信保險企業 可能都會相對上 有些政策局扶持 所以這個板塊 上近期都做得相對好些 但也都看平價 都抽到上來幾快 還有今早初步看 在高位方面 都有一個技術走勢方面 看到有個陰燭出現 即是顯示到 今早見到的高位 初步是有一些回途是看到的 所以都要留意 那個阻力應該開始 在接近70元那裡會先見到 三中全會的文件決定 提及到會啟動實施單獨二胎 乳液板塊今早做得挺好的 這個板塊 預計會不會進一步扯高 如果再進入的風險大不大呢 我想短線來說 這個板塊有機會 即是因為市場憧憬會進一步炒高 也不出奇 但也要留意風險問題 因為始終這個板塊很多股份 那個估值上已經不是便宜的 例如你看門口那些 PE去到三十幾 差不多四十倍 其實那個市場一來計 其實都幾貴 而且也要考慮 內地方面放寬 一孩政策這類的措施 其實那個執行的時間表 是怎樣做呢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明知數來的 因為理論上 你要增加人口 其實之前是很多的配套要做 例如說 社會上的建設 保障制度 醫療 教育等等 其實很多配套要先做 所以不是一下子 可以放寬就放寬到 所以我想也要考慮那個時間性問題 即假設 譬如說真是放寬 這個一孩政策 是三年後才實施的 大家都要考慮 父母會不會在三年前 買定些奶粉 操定些奶 其實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 所以 告訴大家 政策是長短計應該是離好的 但是短期的效果 其實不是那麼快見得到 即是說這些股份炒上 很大機會都是炒一個短線 所以我想短線追入 相對上風險是高 一定要定一些 譬如來長位 讓自己來控制風險 Patrick 今早有沒有股份介紹給投資者 今早想說一百零零中交建 選擇它的原因 其實看回近期 很多股份都炒上去 跟三中全會有關 中交建 其實都是做一些基礎建設的業務 股價方面相對於 另外兩間 中鐵建 中鐵他們 其實都落後了很多 市盈率方面 也相對低一些 我想有炒落後的意味 既然這麼多股份炒上去 可以留意中交建 短期看六個八做目標位 指洩位方面 放在六元水平 Patrick 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今早很多謝Patrick的分析 早時有計 明早再和大家見面